咬斷它,它會斷掉 但它只是暫時的斷掉 如果把它接在一起像這樣 好,仔細看 好,一根普通的橡皮筋給它咬斷以後 它是由何接回去的? 接下來我在這裡做一個示範給你看 首先呢,我這邊有根橡皮筋 我就給它這樣子用牙齒給它咬斷它先 好,然後它就斷掉了 斷完以後呢,我就把這頭給它這樣子對折起來 好,給它捏緊它 接下來仔細看,一二三 直接還原了,非常的不可惜 好,它是如何做到的? 咱們就直接開始教學 我們在表演的時候呢,準備一根橡皮筋 用我們中指扣住它 然後這邊是這樣子 然後再用這個兩個無名指跟小指給它捏住它 就像這樣子,OK 好,這邊也是一樣 用小指、無名指、中指給它扣住 好,剩下這邊呢,我們就把它捏住它 把這個頭用左手這邊給它捏住它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只需要做一個假象 假咬就可以了 第一次沒有咬斷,第二次 誒,一放 這隻手一放,它就彈過來了,對吧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就這樣子 把兩隻手合併在一起 做一個假象,立馬把它這邊放下來 好,這時候呢,誒,你這樣子一放誒 自然就感覺像是還原了,對吧 好,學會了,記得幫我點個讚 關注一下